六三 诗获于诗 凶 于诗 就是用车预送尸体 这易经太难了 算命算卦 还要搞得这么复杂 错 易经原本是反映天下万物的变化 只是人的功力心太强了 没有好好理解他 才把他看作捕师之书 殿下 这 这是我的手帕 怎么会在殿下这儿 捡的 捡的也应该还给我 比起那个声名狼藉的盛楚慕 我到底插在哪儿 你 您是怎么知道的 你 您是怎么知道的 想不到盛楚慕跟陆琪的那个赌局 是为了你啊 要不是为了我 他们就不会约定店前比武 也不会出征 也不知道楚慕 他现在怎么样了 失火于失 凶 你 虽说 不能把易经看作补试之书吧 但偶尔算命还是挺准的 今日过后 下官就不会再来林乔哥念书了 喂 喂 喂 我说笑的 战死 你告诉我 什么叫做战死 不可能 大哥武艺这么厉害 他怎么可能被盘军杀死啊 你说话呀 你说话呀 说话 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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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醒醒啊 娘 娘 娘 солн花 σε 云霉 这件事跟陆云玺绝对脱不了干际 我们去找陛下 要陆云锦卫大哥偿命 对 住口 爹 爹 瓦关不离 京商破 将军难免朕前往 难而战场杀敌 难免一死 你们让陛下惩处陆云锦 陛下能听你们的吗 可是这就是陛云锦的毒计啊 爹 大哥死得好冤啊 儿里们的大哥 连把叛军收成 力战而不娶 为国尽忠 他是你们的好大哥 爹 也是爹 也是爹的好儿子 他是爹的好儿子 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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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 爹 了 爹 爹 何 爹 爹 也伤了自己的身体 从前 总埋怨楚慕不争气 没出息 今日他战死沙场 陛下后家奖赏 追此哀辱 是给鲁国公府争气了 是有出息了 可我宁愿 他还是当初那个 只会光青楼喝花酒 若是生妃的弟弟 至少我还能看见他 他还会在我面前说话 还会对着我笑 留在长安舒舒服服的 以后还会是个国公 何必去打仗呢 就是啊 听说 盛楚慕还死得特别惨 是吗 副辞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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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 你刚刚说什么 是吗 你说楚慕死了 副辞职 副辞职 你没事吧 副辞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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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公赫大将军 终于剿灌叛军 再次为大唐立下赫赫战功 这战功应该属于各位将军 今天晚上我们一醉方休 一定要多喝一点 可惜定远将军 没看到今天的大胜啊 是啊 多亏了圣楚慕那张地图 我们打下安息侠 才事半功倍啊 父亲 您到现在 还记得圣楚慕那一点点的功劳 遇到您这样仁爱的主帅 难道不是他几辈子修来的福气吗 对吧 来 各位将军 我们为定远将军 敬上一杯 来 来 喝 来 丁大将军 干 干 大将军好好休息 末将先行告 如生九日礼 父亲 儿子先走了 你扶少将军回去休息 将军 来 没躲吧 没事 大将军 我扶您回房 我扶您的 好